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今天台灣時間的2月6號凌晨1點10分 那麼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場的轉播也是我認為今天最後這個最精彩的主菜正式開打 由我們新生代的巨星俄羅斯選手小V Winchester 對上來自賽爾維亞,世紀帝國OG,第一代的選手到至今都還沒有退化 一直是一線的選手,Dout,祖師爺,世紀長青術,世紀OG 我剛當機了一下,因爲我在想爲什麽又是瑪麗打日本 今天怎麽都是瑪麗打日本 我之前有提到一件事情是我覺得Vinchester的世伯打得不好 很多的地圖他現在比起兩年前 女朋友說抖內VTuber不如抖給你還可以跟你出去吃飯不要當魯宅所以就不潛水抖一波了 謝謝紅茶喵喵 女朋友說抖給VTuber不如抖給我可以出來吃飯 然後也不是一個魯宅 感謝紅茶喵喵第一次的贊助,應該是我們潛水的觀眾第一次加入應該是吧 感謝你的贊助,那我先跟你說呢 VTuber沒有不好 我這一次去台北電玩展也看到了很多很V 又是偏油一點的元素 但是呢,我覺得現代人喜歡VTuber OK的,VTuber也有他相當的實力水準跟內容度 我絕對沒有,就是,就是什麼 賣那個二次元賣哪一隻 有一點然後騙你們的錢 我覺得是沒有,每一個行業都是辛苦的啦 其實我覺得啦 我不排斥,我不排斥 那你贊助我呢 首先我感謝你的支持以外呢 我們會員聚餐 下一次,我估計應該是要暑假的 因為呢,我這一兩個月行程滿到不行 我彷彿是沒有好好坐在家裡辦公室做事好一陣子的 大概有兩個月了 我每天都東奔西跑的 只要有在家,坐在電腦前面 也沒有,就是直播可能是最長的時間 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我就沒有在這個位置上面 就這一兩個月真的是很忙 所以我希望我二月三月可以 恢復以前的穩定發片量以外呢 直播呢也可以穩定轉播比賽 所以我目前不會再辦活動 預計可能要到六七月才會辦 感謝紅茶喵喵的贊助 VTuber不會不好啦 我覺得VTuber也不錯 信代人也很喜歡 像我前前去台北電玩展 都是日系手遊抽卡的遊戲 雖然我呢,我不太懂 我不太懂那種的遊戲 但是呢,我有說 如果你喜歡這遊戲 最好看我看現場 有些人帶好幾萬塊去抽啊 什麼的 你喜歡都可以的 你喜歡都可以的 但VTuber不會說浪費錢啦 人家也辛苦 人家也辛苦 我覺得遊戲產業 反正有讓你紓壓 鬆到都OK的 都OK 好嗎 但是女朋友不懂VTuber 我就喜歡那隻鯊魚 那你就想辦法說服他囉 對啊 想辦法說服他囉 我知道VTuber現在都不錯啦 但是 我們是一國 我們是一國也不錯 我們是一國也不錯 就是互相啊 互相看看看看 有一天你女朋友也會知道的 好 好 感謝 感謝那個 感謝我們的紅茶喵喵 很開心認識你 因為你應該是潛水觀眾 要嘛就是第一次抖內 或是 應該沒什麼講話 沒什麼講話 好 我們現在回歸比賽 因為這場 最後三盤 我希望認真轉播一點 因為明天看重播的人呢 肯定會想要看這個的 然後如果一直聽到我閒聊 可能有些人又會小不爽 然後打工的話應該是不太會 如果這個圖要打到塔 那真的是極凶無比的 極凶無比的 因為你現在我先跟你們分析 先順便跟你們分析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比賽局裡面裝甲塔已經不見了 裝甲塔被一個戰術給取代了 就是賣石頭戰術 你們懂我意思嗎 第一個裝甲塔也好解 第二個 你現在塔插下去 你留剩75石頭 你也不能賣 就是一個 你CP值沒有很高 那現在這一兩年 我剛講完就有人打塔工了 到著打裝甲塔 OK 但是我還是要說 現在打裝甲塔 你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說 我以前裝甲塔好兇 好多人用 但是現在呢 好少人用 其實有一部分也是因為賣石頭的贊助 你留75石頭 你留75石頭 那個威射力 就是那個CP值沒有很高 現在這個射箭場要趕快低掉 小V射箭場剛剛有低成功嗎 射箭場有低成功嗎 有吧 喔有給 有有有 我現在趕快蓋 這一個箭塔 小V沒看到 那這裡 把牧場改後面 這裡趕快圍 這邊趕快圍 沒有 進來 哎呦 disaster man 這裡趕快圍 趕快圍 又沒有 哇這隻肉馬 控的甘牙跟神一樣 欸 操 哇道德這個裝甲塔 這個裝甲塔加這個肉馬 這卡好猛喔 哇靠道德這個卡撐 哇這隻馬 猛 這隻馬 控的很有水準 那我們打裝甲 裝甲開局的時候 肉馬的血量是非常重要 這邊趕快修一下 日本裝甲 開很痛 現在先開一村 這邊打劍塔 我剛剛是不是有跟你們講 同樣的文明 但是四湖戰術很多 四湖戰術很多 加小公上來 死一村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對Venture蛇來說還可以接受 然後他馬上回擊的是 再去開第二個碼頭 道德趕快跟這個第二個碼頭 OK 兩個人節奏都很快 這邊已經小公溜進來了 現在Venture蛇家裡有一點亂 趕快蓋這個兵工廠 點出一擊射 這裡先下一個木牆 這裡一個兵工廠 OK 現在道德前期打得非常非常的兇 現在這裡把木牆給滴掉 這邊肉馬死去 好死去 裝甲趕快走 35村打31 35村打31 小V這邊開局 被道德一波 裝甲塔 兇漢一波 加上肉馬精準控制 先圖一村以外 Venture蛇這裡基本功也算是不錯 閒置TC只有22秒 這都是基本功 有時候被打亂 閒置TC可能一分鐘兩分鐘 那現在只有22秒 還是可以接受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近年Venture蛇成長非常多的地方 那現在這裡比較大的問題是 日本的陸地 毛兵也出來 而且卡在這個高地 這個位置對Venture蛇來說 也是比較不舒服 直接點出一擊射跟一擊板 應該是可以勸退了 投資很多東西 到頭這邊補第二個射箭場 沒有要打海戰 那這一盤是偏陸地的 這一盤的四湖偏陸地 沒有海戰 沒有偷渡 跟剛剛Mr.Yo MBL那個封建中期轉一個偷渡 碼頭是不一樣的風格 還是要進來 馬上又來了 哇 幹 道特打超兇 道特現在陸地海上全面進攻 從裝甲塔開局 彷彿是沒有要讓瑪莉上城堡一樣喔 現在逼到Venture蛇的蓋馬就解這個毛兵 但是問題點來了 你這裡被登到一波 海上沒有肉 你肉馬再出一兩隻 道體先上城堡 你也會難打 這邊裝甲先解 這邊插劍塔 留毛兵 等一下收割 OK 肉馬上來收割 逼出一隻塔 那我覺得這個節奏對道特不會太差了 因為你也逼到人家一隻塔了 然後你也逼到肉馬了 你逼到肉馬 也等於是他城堡上不來 你家裡按一兩隻XX 肉馬也不會怎麼樣 進來也不會怎麼樣 擺上更為重要 現在兩個碼頭上來 Venture蛇應該是沒有看到 也沒有任何反應 黃金也上不來 戰術大師啊 難怪道特的戰術是10分 紅牛杯給10分 我們不能低估這個 四季元老 小V也來開一個碼頭 哇靠 從陸地第一波封建大戰 再轉海上第二波封建打的那個節奏 那個流程很細啊 彷彿那個攻勢是沒有一刻是停過的 那個流程很綿密 緊湊度很高 緊湊度很高 這一個如果用謎片來形容的話 可能是 那個 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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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濃厚性愛3小時 就是沒有休息過的 應該不會被黃標吧 應該不會 我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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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比喻他們的那個攻勢很綿密而已 我只比喻 應該不會這樣 唉 48春打43 哈哈哈哈 沒有啊可以啊可以啊 不是啊 這讓你們比較好了解 讓你們比較好了解 但我覺得這一盤 現在Ventures很危險 因為他已經逼到了這個肉馬了 然後海上被燒嘛 完了 我覺得 小V 可能會葛屁耶 這裡要點城堡 這裡也點了 小V 哦 還可以嗎 哦 還可以嗎 但是海上被燒掉 不行 我覺得他撐不過帝王 到這第一盤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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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現在七三開 KO 這個問題點是 瑪莉是木材減免的 矮上這一波沒有顧到 被打到沒有顧到 那這個 這個 哇這上面這個漁船 是勝負點 這上面這個漁船是勝負點 我這邊也反反打一波 然後盜盒再開 這邊兩隻又馬過來打打打 打村民 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啊 欸 欸 打他 啊 哥哥 怎麼了 哦 有反應了 剛剛失智五秒吧 是吧 感謝江智傑智傑兄的贊助 眼睛好很多了 剛到家 來簽到一下 沒問題 我們現在主菜第三場的第一盤才正式開始 好現在 現在回來看看這事情 哇 道特的工兵在這裏 下很多村是吧 三村 到了 出行了 小B這個不行 他上來是上來了 42村打48 看起來沒落很多齁 我覺得已經死了 我覺得已經死了 因為他也沒有墓區 這裏一隻塔 這裏工兵站好 又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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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倒特 他這一盤真的很綿密耶 一開門3秒集合體 攻勢一波連串 直接到 已經到 就是片尾了 你知道嗎 就是他這一片可能長度大概是20分鐘而已 但是他從進門到這邊20分鐘 他已經把對手Q了 他就是 和倒特這一盤 他的主題就是 濃厚3秒集合體 兩個系列合在一起的 這樣感覺 我覺得這盤已經很難打 對小B來說 我覺得這盤很難 好你現在吃掉這一波 你假設你吃掉這一波 你還吃不掉嗎 好你現在吃掉這一波 倒特回來3DC 他只要守一波,他現在海上經濟都差的 這裡是他的 這裡呢?有打贏嗎? 哦!小B有打贏 這裡還有一些魚 好像還有機會啊 難道還有機會嗎? 這落後還蠻多的欸 我覺得這個已經落後很多了 尤其是你TC也開不了 你下兩個TC打三個TC 現在勝算還是DOT 73開 躍紅,OKOK,沒問題 現在這裡 開局第一盤直接猛攻一波 綿密進攻 打到人家2TC沒辦法開第三個 你3TC做防守 僧侶攻兵 海上假設Vincius這裡還在打灰啦 太好了 魚也剩不多了啦 哇,這裡DOT還有船可以居燒 那不行啊 現在 豬面很大啊 這一盤封建打到太多東西了,DOT 哇,這裡優勢很大,不行 哇,DOT裝甲塔加上那個 裝射箭場持續猛攻 加上碼頭上面這個 已經快分出勝負了 下路加藤鷹金手指 上面又一個喇舌一波 開門人家還沒有措手不及啊 腦都還沒洗 就這樣子霸王一上攻 太狠 年輕人 稻舌跟,彷彿是跟年輕人說 想吃掉我波多也成為一代戰神 先等等,先等等,先還沒過我這一關 還沒,你還沒 你還沒,你還沒 你雖然 什麼2022年或2021年 曾經TOP1年度銷售 但是長年歷史呢,你還沒 我這邊,我這邊還沒 還沒過 現在59村打74 哇,倒者在開第四個TC 這個第四個TC是有點小偷啦 我覺得 但是只要寶挖起來 生女做防守 瑪莉沒有任何進攻手段嘛 你已經確定開兩個碼就 你已經沒有進攻手段嘛 瑪莉這個文明 基本上也不會打工兵 比較少打工兵 好,這邊 倒者又靠海邊 然後這樣子靠火戰團燒 哇靠,這個倒者這一盤 接近完美啊,這個 這一盤很漂亮耶 這一盤很漂亮以外 我覺得Ventureser在四湖的勝率真的好低耶 我只能每次撥Ventureser四湖他都會輸 他這四湖處理不好 六十六村打85 四湖偏偏在比賽局又很多 現在騎士在這裡補血吹一波 然後呢 怎麼樣去阻止日本農呢 日本4TC現在進攻的力道太薄 然後勝率開始撿出派克 哇,現在 真的難打 現在真的難打 你說你要剛複製剛Mr.Yo那一盤 他也是到帝王中期才開始逆轉MBL的 他也是到中期逆轉MBL的 那他出XX加弩兵加神呂一樣的陣容 去打你騎士團MBL 你正面也不好招MBL 你也不好衝啊MBL 你現在點青奇兵就是怕神呂MBL 但是他出XXM 你也不能只有騎士加青奇兵 哇 糟糕 彈一波 追著 臉上寶4TC臉上寶 還給他蓋到的話那結束了 這邊Doubt確定要這裡臉上 啊,很危險耶 這裡要 後面有四隻XX 哎,Doubt又想要上演爺爺寶了是不是 現在順風那麼大一個你一定要臉上寶 你現在順風這麼大你就一定要臉上寶 你又想要上演Doubt寶了 哎 哎 有必要嗎?這一波 哇靠哇靠哇靠 開始送囉,哦 Doubt 剛剛說你目前100 開始送 XX趕快按 好,會不會射掉嗎 沒有射箭 XX真的是Doubt寶 真的人如其名耶 這邊對一個寶 這邊對一個寶 會不會又是Doubt爺爺爺啊 啊 你一定要這樣子 應該是蓋得起來 哎 哎,你一定要這樣子嗎? 看你老是對,你剛剛不是一路順風 你一定要這樣子 你就是要做冒險就對了 90 好,蓋得起來蓋起來 哇,但是你真的好危險耶 Doubt 你不是剛剛一路順風 你不是一路順風 你這個人為什麼很喜歡Doubt寶啊 哎,奇怪了 哇 哇 他這人 有一種魔力啊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有時候就是改的出那個Doubt寶 我跟你講Doubt寶這個名詞在世紀帝國四代裡面也是通用的哦 你們知道嗎? 世紀帝國四裡面 選手你問他 他們也都知道什麼叫Doubt寶 就這個名詞呢 我可以跟你們講 就這個名詞呢 不是只有在世紀帝國二裡面聽得到 你在四代裡面 你去問那些高端的選手 他們也知道Doubt寶 太有名了 Doubt寶太有名了 你知道嗎 在世代裡面 小V這樣子動不動 剛剛這樣子砍你一波 他要剪帝王了 你阿嬤咧 年輕人上來了咧 欸,剪帝王 哇,操你的 哇,這裡 騎士硬砍槍兵叉叉 Doubt,刀踢 刀踢 你第一盤前面這麼順的combo 濃厚綿密 20分鐘後面 記憶體開始 埃落下來了 前幾打快攻打上半場 下半場開始沒力了 打拳擊只打前面3RUN 後面3RUN不打了 前面3RUN沒有把對手啪啪KO掉 沒有KO掉換你被KO 自己被體力KO 自己體力下滑 哇,KO完蛋了 Doubt 增加自己的遊戲難度 哇,以前賽來說的話 Doubt前面3回合 重砲拳 左右開攻 開始錘 年輕人擋住之後 來到了中段 第4回合第5回合 你開始體力調配有問題 寶貝推掉 你沒寶 然後他上帝王 後期他還有火炮 我幹你老師 你整個大創賽 金 你是不是被斷了啊 啊 哦 高梯 小兵 小兵有幹嘛嗎 我說真的我覺得小兵這把打的沒有很好 就正常 你Doubt拖一個4TC 我剛剛第一個 3TC其實夠了 3TC其實夠了 你拖這個4TC 然後你還想要臉上寶 你還想臉上寶 你這麼greedy的嗎 你把這年輕人當北七是不是 對不對 你順風的穩穩的一個防守寶等帝王叉叉加強弄出來 你會輸 不會嗎 你不會啊 你用一個道德寶這麼極限的然後在那邊死村 優勢送回去完蛋 加格子嘛 加上這個飛刀女獵手完蛋了 然後這個帝王呢 幹你 帝王TC你點在前面 道德 道德你在幹什麼 你帝王TC開在前面 哇 道德 我頭好痛啊 道德 道德 道德他帝王TC開在前面啊 這白鵝 哇 PANIC了 我真的無言啊 哎 強的時候好強耶 啊怎麼會自己失誤成這樣 哎短短的三分鐘五分鐘整個局勢那麽風雲變色耶 我都不知道你在打什麼了 你為什麼總是能道德寶一波陰圖就是整個很華麗的送掉比賽 我真的是不知道 哇 現在帝王上不來 帝王TC開在這裡 好啦 小V莫名其妙又贏了 哇 太會做效果了吧 是嗎 三房金罐那你工兵吃大便了啊 哎這個我真的沒有在湊道德你們自己看啊 你們會失智啊 你們不要怪我失智啊 哎這波吃掉 我這波直接吃掉 單房金罐 工兵一整排 不見 而小V撿到勝利 星塔有挺住 前面打的好兇耶 裝甲塔加上海上燒你一波加上雙色艦場壓制你 結果呢等到對手失誤了 有什麼切菜耶 切菜了 你現在才帝王 第一時間點幾兵但是已經被切爛了 家裡巴BQ 切爛掉 切爛掉 村民大逃難 你看格子嗎 搭了67 69 來幫你看 72 73 75 78 鞋子在流 菊花 痴瘡血爆掉了 鞋子在流 進手術房了 GG 1-0 Vinchester獲勝 小V我就問 這一場他要幹嘛嗎 他就只是心態挺住而已啊 他只是心態挺住 經濟全面落後 城堡全面落後 初期全面落後 開TC別人加碗 簡易機別人加賣 什麼都是落後 全部都是落後 但是呢 他靠著什麼呢 心態穩住 沒投降 而已 等著人家臉上失誤 臉上第一波 4TC Greedy 貪婪一波 臉上寶一波 被送回家 再一波 雙方對寶 死了差不多有10吞 然後呢 再一波 帝王TC 開在前面 三波 直接翻盤 GG 我到時候這一盤 那幹嘛三溫暖 他的那個 今天這個表現 這一場 就很像那個 樂意 失落的方舟 股票從120塊 跌到60塊 短短幾天 從120跌到60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GG 我們直接進入我們第二盤